随着社会发展,我们消耗的能源一年比一年多 不过这些用多了的能源并非全部都是必要的 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同城市大学 在去年年底展开香港能源指数研究 剔除了人口增长,天气转变等必然增加能源消耗的因素之后 发现2008年,香港家庭的能源消耗量比1990年增加7% 这7%的额外消耗都是因为市民用电的态度和习惯变得浪费造成 而浪费的代价就是给多了4亿港元的电费 电脑开过夜,我们越来越多很多这些电子产品 可能充电也是不拔制,就充过夜 越来越多的电器,可能我们没有关系 只要减少浪费,其实已经帮到地球 已经是省到电,省到能源 其实要省电并不难,例如是定期清洗冷气的隔层网 每年就可以为一个家庭折省近300度的用电 调高冷气温度一度 又或者关掉不用的上网路游戏都可以达到节能的效果 愿远请预计,如果香港每个家庭每年可以折省3%的能源消耗量 到了2020年,香港不需要增加能源供应 都足以应对使用需求 下个月底,世界自然基金会还会再次发起 熄灯一小时的活动,推动更环保的生活方式 香港分盘电视记者黄嘉莉报导 谢谢大家